這因爲,在第一次教會, 所有的兄弟們, 他們稱為聖徒。 我想說幾件事, 因為今天, 福音跟聖人有關的事。 我們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聖徒。 例如, 最明顯的聖徒是 那些聖徒給耶穌基督。 他們死亡, 並沒有否認爲耶穌基督。 他們沒有否認爲耶穌而因此, 然後喪屍。 從古代的時代, 2000年以後, 耶穌基督, 甚至於 最後一世代, 共和民主, 和法律, 殺了很多聖徒, 那些聖徒, 他們不否認爲耶穌基督。 他們留下來, 他們會賣給神的愛。 他們不否認爲耶穌基督。 他們有很多聖徒, 他們不是聖徒, 他們不是聖徒, 他們是聖徒, 他們是聖徒, 因為聖徒有很聖徒的活動。 他們做了很多愛的行為, 我們都完全不知道。 例如, 例如, 一位女婦, 在拜託她的丈夫, 在拜託她的丈夫, 在拜託她的女生, 在拜託她的女生, 在拜託她的聖徒, 在拜託她的聖徒, 她是聖徒、 在拜託她的婦, 她還要去過婦。 她不是聖徒嗎? 可能是, 教會不會實際地承認她, 而教會不會正確訪她為聖徒。 但是, 這是不重要的。 這根本就是, 從聖徒知道聖徒, 而神是聖徒。 所以我們有很多人, 他們並不是像是神經病, 但是他們自身的生命, 他們真的要給耶穌聖誠者, 以及耶穌基督的愛。 今天, 有一些說話, 尤其是中國人, 其實是很難接受的。 我必須解釋一下, 因為如果我們在西方的心理上, 我覺得很冷卻。 他說:「他人愛父母、母母, 或任何人的家庭, 他愛他們更多, 這並不值得我。 如果有人愛父母、聖過與愛神, 就不配當神的信徒。 他在其他地方說, 他沒有拋棄父母、母母、 甚至他的東西, 並不值得我。 他沒有拋棄父母, 然後跟隨神的話,就不配合。 如果你們在前面的人, 當你們被拘捕, 當他們問你們的信徒, 如果有人覺得自己的信徒, 他們覺得自己的信徒, 對嗎? 當你們說, 我相信耶穌基督, 你們會拒絕他, 你尊敬他, 耶穌基督, 也會說, 對耶穌基督, 對耶穌基督, 我認識耶穌基督。 然後天父也拒絕。 甚至在其他地方, 也不是今天, 聖經也說, 中國人說, 如果有人不恨他父母, 他父母, 他不值得我, 恨他父母, 他不值得我。 恨是在希臘的語言, 現在, 我必須解釋幾件事, 因為當然, 如果耶穌說, 愛我們的敵人, 神為什麼會說, 我們需要愛我們的敵人, 而恨我們的家人? 世界的恨有很多種意義, 因為在希臘的語言, 像是中國的, 有很多不同的意義。 恨的意思是, 每個人都會做一個選擇, 誰會做一個選擇, 誰是在生命的最重要的人, 或基督, 或基督, 為何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神。 這就是要提升職位置, 為神的存在。 這就是耶穌說的, 對耶穌說的意思是, 在聖誌上的意思。 我必須解釋這件事。 我們是基督徒是甚麼意思。 我們是基督徒的基督徒是個教會。 當我們說基督徒是個基督徒。 我們是基督徒是個基督徒。 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是基督徒是個基督徒, 對於基督徒是個基督徒, 而不是基督徒。 但這不是自然現象。 我們是由兩人的愛, 父母和母母, 然後我們會死亡。 但是, 聖誠聖誠的聖誠, 我們在聖誠夜晚, 聖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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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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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